今天是星期三 2024年的第二节课 今天早上呢 我收到了一个超级大的喜讯 大概一个月前做的一个audition 是一个TV series 我被book 耶 我被录用了 这个角色给了我 差不多一个月前 在我拍上一个短片的结束的那一天 我收到了这Agent给我转过来的 Casting Director的email 他写的是我被PIN了 就是PIN 被钉起来就PIN 那当时我还不知道PIN的意思 我以为是就是 确定我了 就是确定我的时间而已 然后后来我查了一下 然后也问了一下朋友 迫不及待了去分享了给了朋友 然后朋友跟我解释 其实他说PIN的话 是大概有两三个人 就是这几个人我都OK 但是我要看看他们的时间 有没有冲突 然后这个时候就很难讲了 也许各个时间都没有问题 那就会按照他们喜欢的程度排第一个可能会先选 如果他们有另外一个或者两个时间上有冲突 那你 那我就自然就上去了 所以就在那之后呢 我就一直看邮件 一直看邮件 基本上每天查邮件的一个目的 主要的目的都是看这个的确认和回复 然后到了前段时间 大概上个礼拜 我已经基本上就放弃了 就说无所谓吧 这个时间也过了那么久了 估计这个戏就跟我没缘了 然后应该是别人上了 那就在今天早上 我来上课之前就看到了这个邮件 而且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就那么好 在我看到这个邮件之前 也完成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今天上课的那个activity 我是从星期一之后 我就没有真正的去想好和准备好 然后我在路上一直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应该做一个什么activity 我要想到就不能随便找一个 上回我那个纸牌那个游戏的 就做的不是很好 没有想象的就把它设定的太好 然后后来我今天的话 我就想想想想 终于想了一个非常妙 非常好的一个activity 当我就觉得 哎呀 relax了 我今天的这个activity已经准备好了 待会我上课也不会影响 那好了 我就看看邮件吧 我一查 就关于那个片子的那个 subject 这个标题我看到了吗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他说邮件打开一看 哦 他说 就是 就是 offer offer了我这个job OK 那后来我又看了几次 大概看了两三次 来确认这个邮件 没有问题 是真的是 book我了 我才 哇 心里就放松了 然后就那种喜悦就就就上来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那种兴奋到表露出来 那我想想我不能再这样 我应该要把这个喜悦表现出来 后来我就 耶 我就喊出来了 我说我拿到了 因为我为什么 就很多从 很多方面我值得就是高兴 第一个是我 这是我第一个电视剧的一个片子 然后这个又是在美国境外的另外一个地方拍 而且那地方又是我很想去的 加勒比海 那个群岛里面 然后 今年上一节课老师说你有三大 你设定三大目标 那这就是我的目标之一啊 我说我要去演一个TV series 那就拿到了 虽然是去年audition的 但是今年拿到 那也可以算是今年吧 也就等于说我刚刚说完我的目标就实现了 来得有点太突然了 所以好多方面吧 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个角色呢 是说中文的 不是我最想挑战的 就是说英文的这个角色 不过没关系啦 我那就这个目标就算 不算了 我就另外还要争取一个今年 我要完成一个说这个English speaking的 role 的TV series 还有一个feature film 对 反正非常高兴 那关于这个片 这个剧我能拿到的话 也要感谢很多人 马里 他给我很多指导就做audition的时候 然后平时一直以来给我的支持 还有我的这个上一个新 partner 叫做Don他跟我做的这个audition 他帮我做的这个self tape 那我也要感谢他 那当然我家里的我老婆啦 当时我刚刚拿到这个audition的时候 当时就也挺着急 时间也挺短的嘛 我就找我老婆也帮我读了一下词 跟我对词 这是他第一次帮我对词 因为以前的话 他也忙 他忙他的家务啊 其他的事情 孩子的事情 所以我从来没有叫过他帮我去对 然后他也不会太感兴趣嘛 那那次的话他还帮了我 然后还挺认真 很严格的纠正我 就是啊哪个词不对 哪个词你没说 我说不用每一个词 每个字都说出来的 他说你就是没有说啊 就特别认真 对我也要感谢他 也感谢我的老师 还有就是那个 Austin这个老师 他当时 我讲讲 我当时看到这个casting的 一个过程啊 也蛮有意思的 嗯 我最开始是在 最开始是在Instagram 一个朋友 一个演员朋友 他转给我 他说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然后我看了一眼 当时他写的是 你要在2023年的12月 一直到2024年的4月 都要available 哦 我说那么长啊 那我说这么长 一个是时间太长 我又在那个美国境外拍 那对我来说 呃不太现实 因为家里和店里 很多事情都要做嘛 啊另外的话 又觉得既然这是一个 很长的一个工作的话 那可能竞争对手也很强 所以我就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我就觉得这个 哎呀算了 我不试了 就太难了 时间也很紧了 然后接着就 Austin这个老师呢 他也把这个 呃 Casting 呃 把这个Casting call也转发给我 哎 我看到了之后 哎 我说哎呀 我要不然 因为一个人传给你的话 你没有在意 但第二个人又传给你的话 你会有点 哎 我是不是要试一下 就就这样 大概他跟我 发给我之后 我还回了Email给他 我觉得啊 我很感谢他会特意的转发一个通过Email来发给我 那他也就心里就至少记得我这个人嘛 我很开心 然后我就感谢他 我说谢谢你那个发给我 呃 我我会试一下 但说实话 我说是口头上说是 但是我没有说马上就准备好去试 就信心也不足 和然后也不抱太大的期望 然后接着第二天 还是第三天吧 我的Manager又 就真正的通过官方的这个 呃 Email发给我 这个Audition 那我就 觉得我一定要做了 哎 呃 两个朋友推荐给我 然后还有呃 Manager也发给我 那那我还是要做 那接着就把它给做了 做的时候 呃 然后准备了蛮久的 呃 词也比较多嘛 然后 当时我正在拍那个 孙悟空的那个戏 就时间也很紧 没有多少时间准备和拍 然后最后我就抓了那个 我的后来的新 partner Done来帮我 然后拍出来了 但最后一条我是觉得满意的 然后 然后接着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嘛 然后就说我被Ping 就是Ping 然后当时也是很开心 然后再到前段时间 呃 几乎把它放弃了 没想到今天正式的收到这个 Email 很开心 OK 这个就分享大家到这里 这个的话我要到三月份上旬 去到 呃 我可以说这个地方 多米尼克共和国 那个就是 那个实际的场景是在古巴 但是它把这个 呃 它实际拍摄是在多米尼克 可能那个地方差不多吧 然后可能多米尼克跟 就比较友好一点拍摄的话 更加方便和友好一点 所以拍摄是在那里拍摄的 嗯 OK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为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就是 去那边的话又是 其实拍摄可能只有一天 两天 但是我可以在那里玩一两天 呃 免费的旅游 呃 因为也是包机票啊 包酒店嘛 那 那个地方我也很想去 我也没有去过 我一直想去加勒比海 去一个温暖的热带的海洋里面 去呆一下 好久没去过了 那上一次在热带的地区 呆的话 玩的话 还是 基本上十年前的事情了 太遥远了 OK 好 那我们接着来讲 分享一下今天上课的情况 好 咱们 好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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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 座